因为我是单亲的家庭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是爸爸觉得我是 我是残疾人爸 他接受不了 所以他就离婚了 因为我妈那时候也才二十来岁 他就把我一个人就带走了从那个家 他什么都没有带 他说我只要女儿 其他的都无所谓 那个时候其实也就是刚刚发病期 就等于说是一年骨折一次 每次骨折了就特别特别专心地逃 然后妈妈就背着我到处求医 然后医生给出最终答案 就说这孩子肯定是活不大的 你最好赶紧扔了吧 然后我妈就说 不管他能活得大 这也是我的女儿呀 她反而去带我去了动物园 去了游乐场 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也去吃了很多好吃的 她就告诉我 你活着每一天都要活得精彩 你母亲肯定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独自把你带大 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坚强乐观 勇敢 她们看上去好像非常的脆弱 但是其实她们比很多人都坚强 她们有很多的感受是我们感受不到的 但是母亲所考虑的也是现实的问题 因为母亲谈心如骨把她带大 非常希望她能够有个更好的 更安全的港关 怎么办呢 我希望她们在一起 如果我是她的爸爸妈妈 我会把她们搂在身边 好好地呵护 用我的一生去照顾她们 而不是真的去放弃她们 谢谢